嘿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早安英文 This is Neil,我是Neil Hey guys, I'mEllen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啦 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杰克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啦 Ladies and Gentlemen Congratulations to Leonardo DiCaprio 哎呀,恭喜这个小李子 终于拿了奥斯卡的最佳男主角 陪跑那么多年终于得偿所愿 在这部片子里面身为一个素食者 他竟然生吃牛羊鱼 还睡在了这个马肚子里 身为一个演员真的是可歌可泣 然后他这个获奖的宣言啊 也是特别的别出心裁 他说 Climate change is real It is happening right now 就是说啊 这个气候的变化是真的 它真的就已经发生了 And he also said in his speech Let us not take this planet for granted I do not take tonight for granted Thank you very so much 他说我们啊 不要把觉得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 是应得的 可能大自然随时都会把它收回去 是非常的恐怖啊 所以说我今天晚上 虽然我陪跑这么多年 得到了这样一个奖 但是装一装 我也不觉得我是理所应当的 徐星徐星 是是非常会说话 对不对 其实内心已经火山爆发 当然了 如果是你20多年 他但是好像我看了一个报道 他说我不是说我要证明 我比其他人厉害 我只是把我本来是我的东西 我要拿回 是我就拿了个奖 掰断 我就走了 好 刚才我们这个里面讲了一个 take something for granted 不想接你知道吗 我们是一档小型英文了 take something for granted的意思 叫做理所应当 把什么东西当做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说刚才这个 虽然我们只是分享两句话 但是还是觉得非常的霸气 并不说我感谢MTV 感谢谁 对 我觉得我关心悲天命人 关心这个世界 我爱这个世界 当然了 那个失败的这个提名者 也不要灰心 realminator 不要灰心 是的 因为已经有贴心的厂家 为你们准备了豪华大礼包 对 有一个gift bag 这个gift bag还是蛮神秘的 Let's look take a look at what's inside the Oscar gift bag 是的 看看和旺旺大礼包有什么不一样的 Yeah but we have to be clear here 但是我们要说清楚 All those gift bags are not from the 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 这个讲的所有的这个礼品啊 并不是来自于这个官方 是的 不是一个official gift 为什么呢 Because under the federal tax code 根据这个联邦的税法 他说 The contents of the Oscar gift bags including traps and services are taxable as income 就是说所有的这种 旺旺大礼包里面的 奥斯卡旺旺大礼包里面的东西 不管是说食物的一些奖品 还是说是服务 一些旅行 他都是要交税的 对 这样就是说我 这个收入来交税 就像我买一彩票 我中奖了 我要交税 是 你得到这个礼包 他本来送给你的 结果你要交税 对 这个有些人可能就 虽然不是多少钱 他们肯定都付得起 但是可能有时候不太舒服 是的 对吧 是这意思 对 So it seems a little inappropriate to offer a gesture of things that then carried with text obligation 他说 有人这么认为 官方有人这么认为 他说 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太合适 就我送你一礼品 然后最后你还得交税 好像 我本来你别送我 我不要 我不要 我还要交税 是吧 是的 就刚刚我们已经澄清了 就不是那个主办方 准备的这个 official gift 他就是现在 市面上的一些 公关公司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 企业希望自己的产品 在这一阶段 有个曝光 哎呀 给明星准备一个 这个 大礼包 因为之前 其实官方有 之前的官方大礼包 但是因为税收的问题 已经被这个叫做 crack down 肯定是有人complain 我觉得 是的 已经被取缔了 OK 他们还是觉得 还是很考虑这个 他们这个陪跑者的感受 本来已经 陪跑了 然后还要交税 就强制交税 我本来不要 宝宝心里苦 宝宝心里太苦了 是 好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 那些经常来奥斯卡 打酱油的 例如 XX达蒙 Matt Duman XX劳伦斯 Jennifer Lawrence 干嘛念人家名字 好吧 不说了 对 他们会 收些什么来作为 我们叫做 conciliation prices conciliation prices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有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然后你什么都没有 就是conciliation prices 叫做安慰奖 是的 发一栋小红花 或者一根铅笔 一支棒棒糖 对吧 对 抚慰一下你那个 受伤的这个灵魂 受伤的宝宝心 好了 不管怎么样 regardless to say everyone wins in the Oscar 每个人都会 觉得是一个大的party 就得奖的人得奖 然后没有得奖的人 你也得一个旺旺大礼包 是的 好 So what's inside the 2016 Oscar gift bag 黑味购 好 我们先来 巴一下 最贵的奖 是什么 登登登登 It's a 10 day All expenses Pay trip to Israel from exploreisrael.com 免费给他做了一个广告 It worth 55,000 US dollars 哎呀 就是一个10天的 能够去以色列 旅行的都帮你付好钱啦 人去哪里就可以啦 注意注意注意 All expenses pay trip 就是说 我们经常会有 国内的一些旅行 他可能说 不包签证 不包小费 不包机票 是的 是吧 很多不包 然后去厕所的钱也不包 然后一堆自费项目 骑个大象啊 骑个老虎啊 去厕所两欧 是吧 这些都包了他们这个 而且估计是都很豪华的 是 为什么去以色列 他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啊 对 因为这个好莱坞嘛 犹太人多嘛 是吧 干杯的时候都得说 希伯来语 La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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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搞个杯子来 有杯子没 差不多这个味道吧 飘飘飘 好 我们接下来说 最便宜的是什么 让你们感受一下这个落差 there is also chopsticks and a mission one protein bar both valued at six dollars 六美金的是这个叫做chopsticker 是一个唇膏的这个牌子啊 注意到这个拼写啊 它这里是chapstick chopstick 不是我们说的筷子 筷子是chop 他这里chap 又帮他做了一个广告 是的 哎呦 我做了好多广告 但是 开心 据说这个牌子是美国名牌 问了一些朋友 他说相当于可能 我们国内这个大宝 可能 然后实惠嘛 是吧 对 牌子货买也是大牌 就有时候这种 大众消费品 挣的钱更多一些 就像hm啊 然后这些zara 他们可以轻易的买一下 什么lv的 是吗 是的 挣很多钱吗 因为市场更大 对 快销品 快销品 快速时尚 是吧 这个叫做 快时尚 快时尚 do something good for your lips every day 是的 就是这个唇膏牌子的slogan 每天对你的这个嘴唇好一点 秃秃他 摸摸哒 然后这个protein bar 油就是一个蛋白质的一个 一个方块型的可以吃的东西 有点像我们这个 湿地价 把它吃掉 把它吃掉 你饿了吗 饿了别叫妈 吃个protein bar 再说一个最有爱心的 A 10,000 meal donation made in nominee's name to animal shelter or rescue of their choice It was 6,300 US dollars 就是一名字呢 送一万份这个meal 小吃的东西吧 给这个动物的shelter or rescue 就动物的这个救助站 是不是套餐了 带不带汤 三菜一汤 猫猫最爱三菜一汤 是的 毛发顺 多喝点汤 毛发顺 应该是吧 我不知道 不会有那个 好久没有猫了 不会有急性肠胃炎 对 其实好多小动物 就显示这个 迷人的这个爱心嘛 其实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我们知道呢 节目有这个单词啊 比如说 donation 捐助 nominee 提名者 shelter 救助站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好不好 OK donation 捐助 主要是我想读一遍 OK nominee 提名者 shelter 感觉我要飞了 好 让你飞起来 我们再讲一个 坠据草点的 This one is a bit hilarious It's a years worth of unlimited Audi car rentals from silver cars 我靠我忍不住了 我得吐个草 The boss must be a Jew 这个老板 这句话很有意思 我刚才说 The boss must be a Jew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Neal 就是这个老板 是一个犹太人 对 我们经常会说 他俗语吧 是吧 对 说他精打细算 我们经常说 一个人精打细算 就是说 其实 寒沙摄影 就是说 他有点 抠门 小气 是 奥迪车 我小李子 你送 送 我都不要 我还给你面了 是吧 我来钥匙 把他刮花了 是的 你还给我一年使用权 但是也许 我们好仇富 还是会有人要的 是吧 是的 毕竟也是要敌 大气 是的 但是这个 还是有点太抠了 我觉得这个老板 应该 大气 Be generous 接下来 我们就说一个 有可能是 最贴心的东西 是什么呢 This one could 740 park plastic surgery It was 5530 US Dollars 对 就是说 有一个 诊所啊 叫做 740公园 诊心诊所 还有哪一位 听众朋友 你曾经去过吗 这个好像是在曼哈顿 微微查了一下 效果怎么样 修制服 比不上 我也想拉个皮 什么的 好 想永远保持 五岁 有时候是四岁半 好 承远啦 就是 女明星呢 对吧 微微整一下 明年再战 对 年也要陪跑嘛 黑 OK 接下来我们介绍 可能是 最有特色的东西 在这个 大礼包里面 是什么呢 就是 Personalized My M What is it It's really cool stuff 什么东西啊 真的是 蛮有意思的 Let's take an instance 我们看看啊 It could make any birthday celebration Even more of a surprise 如果是说 在这个上面给你 MM豆嘛 我们知道 在MM豆上给你课字 如果是说 生日的时候 那么就可以 可能是一个特别大的惊喜 因为我们通常买的 这个MM豆呢 就是 只有颜色和一个M 在里面 对 结果这个时候呢 可以说 写上你的名字 或者说 写上你的生日的 那个 你多少岁了 比如说 Neo老师 写个八十 对吧 八十大寿 有一个寿陶在上面 正面八十 背面寿陶 这个就很酷了 叫做 Even more of a surprise 然后你看了就哭了 就感觉 没睡太醒 然后说到这样一个礼物 就不知道在 我真的 我今天几岁啊 八十 这辈子过得好快啊 Whether it's a sweet sixteen or a bittersweet fifty 这个bitter sweet 特别好 这个词好棒 就bitter sweet 叫做 又苦又甜 苦中餐甜 甜中餐苦 是 一看 一看MM豆 正面 五十 背面一寿陶 再想 我可能还能活三十年 太乐观了你 It's perfect for all your birthday celebrations 对 就对于你的这个生日的庆祝 是挺棒的 这么一个东西 下次你儿子生日 是不是可以送一个这个 因为我们知道 在这个MM豆的官方网站上 你是可以定制的 定制的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自己可以搜索一下 这个还是蛮好玩的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特别的礼物 我没有见过有谁送这个 好吧 猛的一听挺酷 但仔细想一下 好像 哎呀 好像也是那么 如果是你要不要 你能不能送我一双 Nike 也可以刻名字 太贵了 感觉便宜 所以车Nike 天天穿 最后我们来聊一下 这个有一个 哎呀 最无厘头的 最搞笑的 不知道为什么 他要放在这个里面的 艾伦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什么神奇的东西 In this one one bag one one dolly bag Also included is a two month supply of toilet paper from Joseph toilet trees apparently worth 275 US dollars 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了 是的 这个叫 toilet paper 就是 toilet paper是什么东西 卫生间用的那个纸吗 前一段时间 你有老师给我推荐了一款 那个 湿纸巾 湿纸巾 卫生间 专用湿纸巾 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然后我又买了 十包 还十盒忘了 是的 然后这个也太贵了吧 比我们那贵多了 两个月 要275美金 对一千多块钱 我们估计 哎呀 舍不得差呀 可能你要问啦 哎呀 这些明星都那么有钱啦 还要这些免费的东西 干什么呀 why give all this free stuff to celebrities who are already rich marketing basically brands have an opportunity to gain huge exposure through putting their products in the gift bags 这说很明显嘛 就是一个 marketing 对 市场的一个行为 因为这些明星多大牌 奥斯卡 多少人的目光聚焦啊 巨大卡丝 对吧 所以说 如果他们送一点小礼物 就能得到曝光太赚了 是明星自拍 一看 哎 我用的是叉叉牌 叉叉叉 they're advertising opportunity for interested companies and this years back is the biggest ever 对 有多大呢 这个钱 嗯 at more than a quarter million dollars in retail value 好像也挺多的 超过二十万 美金 这个很重要 有点点大 对对对对 哎呀 都是宣传嘛 大家 都不容易 但是我相信这个最终的价值 就是他送出25万的礼物 但是给公关公司的钱 一定会比这多很多很多很多 是 其实网上传好几个版本 也有说四十几万了 哎呀 好多钱 各种礼报 对他们明星来说不算什么 但是说不定还有其他的一些合作等等之类啊 总之来说了 就是做宣传 对 也是一个有意思的 那么一个去新闻去知识吧 就是关于奥斯卡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 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我是Alan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Neal 下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